原标题,照猫画步行不通 这款武器仿德国名牌,却连自杀都难以做到众所周知 二战十七日本军队,包括陆军步兵和海军陆战队装备的枪械 几乎都是三八式和九九式栓动步枪 相比于装备大量冲锋枪的美苏等国,显得十分寒酸 那么日本为何不装备冲锋枪呢? 实际上,日本军事工业并不差 在一战结束后,就已经开始向德国过入MP18冲锋枪进行研究 并且还进行仿制,这也就是后来南部冲锋枪 因为该冲锋枪在1940年定型 恰巧是日本神武纪年2600年,由此也被称作为百式冲锋枪 不过至于该枪的性能如何,曾有专家准确地评价道,连自杀都难以做到 据悉,当时的日本拿到德国的MP18后,并不是准备仿制的 毕竟,当时的日本也号称列强之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是准备自主研发一款冲锋枪的 而且,日本还给冲锋枪改名字,称呼其为机关 短冲,也就将冲锋枪定位为管管机枪上,扮演支援火力的角色 但是,由于冲锋枪使用的尸首枪弹,也就引起射程不足的问题,完全达不到机枪的精度和威力 同时,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有限,一直到上世界30年代中期 也就是拿到MP18的十多年后,日本还没有研发出一款可靠的冲锋枪 没有办法日本设计师们只能选择了方式 不过就这样,日本还是花了五年的时间,才真正意义上将板式冲锋枪研发出来 从外形上,除了弹夹改成了弯形,其余几乎和MP18没有丝毫的区别 不过日本还创新式的,为该款冲锋枪加装了两脚架 毕竟日本是拿来的短机枪使用的,这还是能想明白的 但是冲锋枪上装刺刀,这又是哪门子操作 可以说,摆式冲锋枪不仅是冲锋枪,同时也是机枪,步枪的混合体 这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还不算什么,即便是加了支架和刺刀,外形,奇葩点也没啥大不了的 判断一款武器装备的好坏,终究还是在其性能上 但是,摆式冲锋枪的性能,依然是不过关 因为采用了自由枪击的原理,它始终处于没有保险的状态,经常性发生走火事故 有效射程也就才120米,杀伤力等方面,也都性能不足 另外,因为摆式冲锋的零部件和副件多,使得其造价十分的高昂 仅一支摆式冲锋枪的,就购买三支三八式栓动部枪了 这对于资源有限日本的而言,更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 也就相应的限制了该款冲锋枪的产量 虽然摆式冲锋后期也进行了改进,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那时,日本在资源和经济以及工业上,都不具备大批量制造冲锋枪的条件了 所以,改进版的相对性能出色的摆式冲锋,也就生产了几百支而已 而要知道,二战中的德国所生产的MP40冲锋枪就达到了一百万支 苏联的波波砂,更是超过了三百万 总体而言,日本的百式冲锋枪,不仅外形奇葩,性能还差 就连产量都比不上其他国家 这充分反映了日本自身军事工业的落后 同时,在冲锋枪战术上的使用,也是极其的混乱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